现在外卖事业这么发达 你至于专门打电话 叫我跑腿吗 这么近跑一跑怎么了 我知道咱俩有过节 那你也不能天天 把我当结果吧 用这个不环保 快点 快点 吃吧 笨手笨脚的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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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要我喂你啊 行了 还是算了吧 省得我没有胃口 多吃点 多吃点呢 伤口才能好起来 走啊 不行 我要站在这里看你吃 真是难吃死了 真是 拿走 不吃了 真难吃 你 该收拾的都收拾完了 我可以走了吧 等一下 又怎么了 去帮我把床单备的安全换了 你能不能情愿一点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至于弄得满张床都是难闻的药味啊 好 我忍 当你全身筋骨都通了 看你还怎么使用 一会儿 你画好之后呢 顺便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晾一晾 我怎么不再粗鲁点儿 直接把她的脖子扭断算 我怎么不再粗鲁点儿 直接把她的脖子扭断算 我怎么不再粗鲁点儿 我就是想让你反省一下 所有衣服都甩开再亮 别让我看到一点褶皱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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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么干啊 你要是考核没过 可以去应征保洁阿姨 呸你个乌鸦嘴 你少咒我了 我告诉你 就算死 我也要留在家有购物 这份工作我得来不易 就算是拼上了这条命 我也要通过考核 这么执着 那要是考不过 你该怎么办 反正我一定会留下来的 一定要留下来 可我看哪 你还是比较适合当保洁阿姨 那呀 什么样子 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现在已经把你家打扫得 一尘不染了 这下我可以走了吧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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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属飞 学长 敏儿姐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给蓝天带夜宵来了 进来吧 进来吧 好 你们好啊 你好 蓝天 听敏儿说你脖子扭到了 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还好吗 有个人间凶器住在隔壁 我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 以防有人暗算我 你说我能好吗 淑妃 吃饭了吗 我吃过了 我要喝水 你干嘛呀 我操作 你干嘛呀 再聊会儿喽 你没看到人家余总监和敏儿 是特地来看我的吗 蓝天 我只不过去了趟国外 没想到你的孔女症痊愈了 孔女症 你在说她 她是女人吗 她也能称她说是女人啊